最近抓娃娃这个电影特别特别的火 然后引发了非常多的热议 里面沈腾他们家里面小姐明明特别好 但是在去教育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 却推行吃苦教育 很多网友在诟病他 但你要知道英国最顶级的这些思想里面 反而是跟沈腾一样 都是在践行吃苦教育的 这你说得了吗 包括像Winchester 包括像Eaton 他的宿舍很多都是那种 大通铺 就是一个布帘子拉上 很多家人他都非常向往 我的孩子王思松读哪个学校 我读哪个学校 他觉得肯定是非常富丽堂皇的 这种贵族学校 对吧 有最好的设施 No 他的好的设施是他的 比如说实验室 是小朋友的音乐教室 是小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种 先进的3D打印机 然后各种各样的先进的设备 但是同时英国也非常崇尚 小朋友的素质培养 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的培养 包括他们有这种叫Duke of Edinburgh 叫爱丁堡公爵讲 干嘛的 远程徒步 对吧 去野外徒步 然后让你去远行远足 然后锻炼你的这种耐性 然后吃苦耐劳的精神 包括英国的很多顶级思考 他要求小朋友 从小无论你能力高还是低 他都非常鼓励你参加体育运动 所以呢学校里面的足球队就有ABCDE 甚至F 有好多个T队 你总有属于你自己能力的那个队 为什么 是因为运动啊 你才会是最小成本 让你去面对输 面对赢 去面对挫折 去锻炼你的心智 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 其实网友都在吐槽 说啊你这个讽刺 对吧 沈腾讽刺这个吃苦教育 我是觉得 我举双手赞成吃苦教育 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人一定要去经历一些苦难和挫折 这样才会成长 才会制造幸福的不容易 那你要知道 我们的很多父辈 甚至是爷爷辈 祖辈 他们都是经历过非常多的挫折 才会变得强大的 你不要指望一个小朋友 他会在温室里面变成 无坚不摧的 坑枪玫瑰 不可能的 我这说的是不是有点 不太符合现在的大众价值观 那这就是我的内心的真实想法 也是英国顶级思想 他都是这么做的